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地孔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恩威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静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 《拼经济》 《反网报》 好,今节我们就讲一下 白宫居然有白宫的官员 接受了CNN的访问 不是一位 但也不敢开名 CNN 应该有少少权威 原来是这样的 自从澳乌 战争爆发以后以西方 国家和盟友 为主的一系列制裁 原来 几个月来实质的效果 但貌似 收效 真的天气不辞预期 所以饱受质疑 很多人已经觉得 你制裁人又抵制裁自己 我们觉得很苦 有少少 选人不利己 作简自负的感觉 现在 白宫的多名官员 也和 CNN 都挺坦诚 就说其实 拜登政府也挺失望的 目前制裁的效果 收效甚微 不太理想 也透露 原来 拜登政府的官员 觉得 究竟熬得多久 这些 拜登政府的官员 他们对于美国主导的对俄罗斯制裁 未能 一棍的 勇运俄罗斯 感到很失望 但是他始终都是过亿人口 而且有那么多能源 现在有能源就很大 没错 你想想 我说俄罗斯 有两样东西很特殊 是粮仓 粮仓就解决了 饱的问题 有能源就解决了温的问题 最基本的温饱问题 解决倒的话 你说会不会那么容易 推倒他呢 事实上是的 有些人 买在西方的好东西 车子品 是贵了 但是我们之前都说过 纽约时报记者 入到莫斯科 有钱什么都买到 看看你荷包 够不够厚 当然 现在 白宫 觉得对俄罗斯的制裁 未能对俄罗斯的经济生产 是 有一个巨大的影响 所以失望 现在他们就预测 严重的经济影响 至少要等到明年才能看到 你也算挺乐观 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位劍桥大学的教授 可能要等到2024年年底才能看到 但是 也是那句话 喂 他用时间换取空间 是的 是的 他可以转身的 我当然觉得他不会这么快的 但是 你起码有段时间 等他去喘起 或者这么说 他也不算 受得很重的伤 看看数据 有一个数字 跟他们预想的差很远 原来 他们当时预计 4到6月 俄罗斯的 经济衰退 或者叫萎缩 起码有15% 结果只有4% 这个数字 跟他们预想的差得很远 差了11% 所以斯银银就觉得 哎 计算错了 这些预判的偏差很大 老实说 其实有几样东西整个俄罗战争 我不是只说俄罗斯 乌克兰也是 普京以为可以速战出去攻入基辅攻不了 我们很公道两边都说 不是帮俄罗斯 这个是第一个 大家预计不了 第二个预计不了 乌克兰人都算是挺勇武的 第三个预计不了 就是 制裁效果 的收效不大 第四个预计不了 其实应该他们应该做得到 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傻 就是 对你的痛苦很大 你就觉得没那么大 这四样东西就是我总结出来的 好像都对了 当然是我总结 我看到一个现场 我们也说过 你冯德雷不知道吗 不知道那么大事吗 有些东西很魯莽 我觉得欧盟 尤其是欧盟 拜登 拜登 都有一些渣男 因为 美国也是产能大国 但是欧盟 但欧盟 是的 另外 他们西方是低估了 俄罗斯在国际油价升得那么厉害的时候 的收入会那么高 他们的量是不是少了 是的 但是会统的价格高 是的 还有一个 X Factor 这个X Factor就是印度 他们也想不到印度会那么瘋子买这么多油 其实 我们觉得他瘋子 不应该是西方说的 他瘋子可能 莫的 在人民眼中 对呀 厉害 做得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民族就是这样 有便宜不买吗 其实 即使已经有 美国的官员清楚认识到 对俄罗斯的制裁 的收效 似乎都不一样 但是当然他们不能 大张旗鼓 不如官方拍摔 所以西方依然坚持 这些措施长远来说是有效的 也会为俄罗斯最终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 最搞笑的是最终 最终快到什么时候? 对 什么时候? 现在欧洲已经很难顶了 我当你最快 白宫预测明年初 这样也有七八个月 现在九月 这样也有三五个月 如果像之前剑桥大学的教授说 后年年尾 那你会有点捱 拜登不知道中期选举得如何 其实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 是涉及各个领域的 但是其中最核心的还是能源出口制裁 CNN也觉得 这个举动其实很简单 就是希望迅速 迅速射断俄罗斯的军费来源 不行 有印度在这里怎么迅速 印度很迅速地买 有多少买多少 到现在你也应该明白到 或者迅速这件事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 你叫印度迅速去买石油他就肯 打算撤断他们的军费来源 令到他们在俄罗斯的投入会减少 甚至 还打算借这个机会 提高俄罗斯民众的生活成本 令到他们搞革命 推翻普京政权 不行了 我们说过普京很棒 他是没有全面动员整个国家去打仗 没错 在特别军事行动就是要相对阻隔 俄罗斯 核心区的人民 和战争的距离感 他这么远的话 那些人感受不了痛苦 他们就自然对普京没有这么多怨恨 还有他们有能源 有粮食 但是欧盟国家那些就真的没有能源 个个都害怕 没有天然气 没有石油 事实也证明 俄罗斯的经济的 弹性 这件事 白宫的官员也承认是超过了拜登 政府官员的想象 天气不似预期 为什么呢 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俄罗斯 春夏两个季节 能够在这么高的能源价格之下 就获得 创纪录这么高的收入 我都说过一节今年 客耳新机的能源及清洁空气研究中心 就帮他算了一条总仗 在 古战争爆发的头100天里面 俄罗斯通过石化燃料出口 是获得 930亿欧罗的收入 厉害 没错 其中 61% 是由欧盟进口 俄罗斯 目前的 石化燃料出口收入 已经创造了国家纪录 在前所未有 而且 出口收入速度 在前所未有那么厉害 出口量 当然 亦是 现在就低了一些 之前的新高 其实 刚才我们说的那间研究所在芬蘭 客耳新机的 他就说 他收入是远远高过他投入在俄乌战争 暂时还未是蝕水 很多美国和西方官员低估了印度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的意愿 当然中国也有卖 中国也有卖 但是中国一直都站在中间 中国不是西方盟友 也有美国的白宫官员向斯欣恩证实 周年 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之一的沙地亚拉伯 原来 好搞笑 沙地亚拉伯 都帮 俄罗斯买油 俄罗斯给了 折扣价 他不用自己开彩 撒 哇 真是好东西 这个无可密德本撒纳王储 难怪选他做王储 有一手 说真的 你没有发觉他对付西方真是有一手 原来这批俄罗斯石油 可以用来 给沙特用在他们本国的发电厂 之后 俄罗斯石油和沙特石油其实 在 原油 他们的 叫做 组成上面有些不同 所以练油厂用的都是不同的练油厂 沙特 他就很精 用俄罗斯石油就帮本国发电 因为 俄罗斯石油便便宜 之后自己的贵格石油就卖给西方 好啊 有大公司 购物 kaf 环 review 大ав旻门 美国 有名制裁专家 布拉使 x 他批评美国政府 其实美国政府是严重低估下的因素 就是其他国家会买俄罗斯石油 这是 düny Port 所以他就觉得美国在真正开始考虑对俄罗斯能源利益实施制裁方面 其实是很迟钝 他就认为拜登政府的预算盘就是快速制裁 而且快速产生效果 对俄罗斯制造强而有力的伤害 但是很明显拜登政府是计错数 误判了也误解了很多东西 他是高估了自己的制裁能力 低估了俄罗斯的韧性 但是说真的他也低估了乌克兰人的韧性 因为乌克兰人真的抽得几板 制裁确实令俄罗斯经济缩水 但是没有他们想得那么高 4%的收缩和15%就差很远了 当然也没有达到令俄罗斯人重返谈判着的想法 与去年同期相比其实是缩了4% 西方就以为15%真的差太远了 这个结果令拜登政府和他的盟友很失望 蛤?4%?不是百分之十几吗? 结果真的不是 除此之外 欧盟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不单只是削弱了对俄罗斯制裁的效果 亦狠狠地令俄罗斯 碰住了他们的颈 虽然欧盟6月份已经正式批准第六轮制裁方案 就决定逐步对俄罗斯的 原油 采取禁运措施 为了限制俄罗斯 在能源市场的收入 但是 美国的官员一直游说 欧洲 用其他的方案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说你制裁石油 那我就不推些石油 给你们的市场 或者 少一点出来 一少了公益 更贵 其实当时美国也是很着急 事实上如何呢? 就是增加了俄罗斯在事实上继续出售石油的收入 月头的时候美国财政部就宣布 G7 G7集团的财长已经对于限制俄罗斯的石油价格 达成了协议 美国财长耶良就说 期待未来几个星期 最终会确定 价格上限的具体方案是什么呢? 希望看到了 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 接受媒体访问时 我坚定地相信 现在是时候对俄罗斯天然气 都要限价 结果你却炒不了 天然气 因为天然气的依赖更加大 对嘛 冯德莱恩常常都不思考 应该是一组能预计的事情 对吧 你问问你祖国德国的人觉得好不好 有没有天然气 真好笑 要苦练天 对 你上去欧盟就不理人了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sprom 亦都以技术故障为理由宣布 停止对北溪1号的 书气管书气 就是帮 欧盟断气 我们看到 CNN就说 这样就导致 欧盟国家 要面临 由于能源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 这一经济衰退就很糟糕 个个都顶不住 根本不理人民死活的 浪费气 这些西方政府的 政客 原来 当然 法宫的官员就跟CNN说 我都说的 叫他们不要使用俄罗斯能源 太迟了 但换来了这么多年的繁盟 虽然 有美国的高级官员已经觉得 对俄罗斯 制裁的效果不理想 但是仍然有官员就说 短期效果不好 这个是预料之内 长期就不是这么想 OK 长期长到什么时候才能够 会不会长到你自己的政权都下台 会不会 选了你下来 投死你 会不会 当然 亦有一位 高级官员就跟CNN说 他认为 美国一开始就有一种观点就是 俄乌战争爆发 我们 我们西方实施的制裁 十有八九 会是一种中长期手段 所以短期内看不到效果 但是 最好就短期内可以做到 当然不行 西方就希望 长期对俄罗斯保持压力 亦都希望俄罗斯的经济 和工业能力是削弱 不过这个是长期游戏 是不是我们长期都要捱贵东西 顶你 说长期游戏我就很生气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感受 我们是星斗市民 你讲长期你当然是你做官 你没有那种 你看我 我供楼 这个加息 为了压制通胀加息 都不知道多痛苦 这位官员亦都说 长期以来俄罗斯一定会受到 重大损失 那你有没有讲长期以来 西方的民众都会受到重大损失 全世界民众都受到重大损失 他就说因为俄罗斯战争本身 已经很有成本 亦都因为西方 打算撤断俄罗斯和全球的贸易联系 不会 因为在中国还有印度 还有其他中亚国家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一节 南非也不理你了 非洲也有很多国家不理你了 非洲很多国家需要俄罗斯粮食 你好似 又是 还是说些不说些 他们不是不知道 不过就废话说 或者说些 部分真相给你听 同时 美国中情局局长白欣斯 上星期也开了一个 网络安全会议 不用担心 俄罗斯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会付出沉痛代价 现在看不到 但是 这个可能是对俄罗斯 几代人造成的 损害 那你有没有说对我们几代人都可能是损害 不是你说几代人 人家不是要这些 眼前 眼前 星斗市民很简单 想物价快点跌 下去 当然他们就说 我们之前 这个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 SWIFT 对俄罗斯 银行 成功封锁了 而且 他很教设 将会彻底打击俄罗斯经济 他都知道是将会了 不是现在 基本上到今年9月 我们面临一个 在经济上 比现在弱得多的俄罗斯 如果他出来调数 石化能源又赚了大钱 更加多你就没变了 说到这么大 当然 西方联合制裁俄罗斯真是空前 因为一万一千多项 拜登政府 当中很多人都希望俄罗斯经济受到更大的打击 但暂时就未到这个水平 最搞笑 欧盟有些官员 吃米不知价 欧盟 最高外交官 我经常叫他最交外交官 其实都很交 你知不知道他说什么 他说 欧盟对俄罗斯制裁 就好像 一位女士 他想 折食减绑一样 撑你 短时间内看不出效果 但是不能放弃 折食减绑 很多人 是自愿的 但是通胀是不是我们自愿想要 撑你 撑你 说起我就很生气 最搞笑是 说得很轻易 你是不是想说折食减绑在后就很漂亮 第一 折食减绑是不是对 不是个个人都想这样做 第二 折食减绑很多是自己想这样做 但是通胀是不是我们想要有通胀 我们是不是想要加息搞到我还贷款这么贵 不是 但是我们又避不了 不是 折食减绑 他一说这句话其实很多人都很生气 因为你说得那么轻易的时候 人们就越生气 所以为什么扎尼斯基的声望都慢慢跌 因为你说得 你们忍一忍 我们更惨 是的 烏克蘭人慘慘慘 但你經常說到這麼大 說到你們撐住啊 撐住啊 聽得多 如果環境好的時候就沒什麼人介意 一說得多的時候環境又不好 大家就很介意 另外我們也有節奏說武契奇 還有很多節奏武契奇和歐爾班 這兩個歐洲的領導人是表示懷疑的 另外匈牙利議長凱佛他也說 由於制裁造成的經濟損失 最後歐盟可能是奧崇特最終的輸家也不定 我們有節奏說武契奇也有多大膽 再這樣制裁樂器 歐洲天然氣就沒有了 沒有天然氣用的時候 冬天個個都要捱凍 誰為百姓可憐呢 真的 你不知道他真心還是假意說這句話 但是他講出現實 難道我只想問一下歐洲領導人卓偉斯會捱凍 當然不會 唐寧佳10號 索爾茨會不會 馬克龍不會 奉德內音不會 拜登當然不會 美國總統 好 今集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網友 再見 再見